观众朋友中午好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 并集直播的新闻30分 今天是4月8号 距离上海世博会开幕还有23天 现在来看详细报道 我们首先来关注华晋娇媒王家领矿的救援情况 华晋娇媒王家领矿透水事故强险救援 今天已经进入了第12天了 目前被困井下的遇难工人上升到了12人 还有26位工人被困在井下 那么最新的救援进展 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记者赵旭 赵旭你好 主持人你好 目前搜救26位被困工人的情况怎么样了 那么目前的救援又碰到了什么样的难度 尽管救援工作已经超过了10天 但是我们在现场看到 整个的救援依然在紧张的进行当中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救援现场的后面 那么在我身后能够看到 现在救援指挥部里面依然是停满了车辆 这是因为整个的救援仍然在紧张的会商当中 那么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这条通道实际上是救护车辆通往现场的一条通道 就是在每次的救援之前 救护车都会通过这里面进入救援现场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整个的救护车 20转的救护车依然是在现场严阵以待 紧急的待命 刚刚我们也从救援指挥部拿到救援最新的情况 大家这两天一直在关注1号作业面和2号作业面 整个的搜救的进展 那么最新的情况是在1号作业面 790米的水面 现在随着排水量不断的增加 现在的水面已经退去了60米 那么救援人员也是乘坐救生阀在不断的向前面挺进 根据刚刚最新的整个对井下的空气测试的情况 现在井下的瓦斯氧氧化碳的浓度还是比较合适的 但是并不乐观的是氧气的浓度现在也是比较低 另外在整个救援人员在井下的过程中也是发现在 航道的顶端还是不断的在出现一些渗水的状况 那么由于这个航道已经被水淹没了很多天了 再出现这种渗水的状况 就容易出现一些塌方和一些冒顶的状况 因此救援指挥部也是紧急的制定了一个选择性的撤退的方案 就是在确保排水这样的状况下 一些救援人员要撤到一些安全的地方 比如说一些高点这样的地方 那么现在专家也已经下到了井下 对整个的透水的状况进行一个研究 另外随着水外不断的下降 整个的地面的一些煤泥也是漏了出来 那么为了确保整个抽水量不断的下降 那么现在救援指挥部也是紧急的向井下 在不断的增加排泥泵 这样能够确保排水量的整个正常的进行 那么另外在2号搜救点最新的情况是 现在随着水位的不断下降 救援人员距离被困人员预计的位置 现在的距离应该是大概在100米左右 但是现在还没有任何被困人员的消息 那么救援人员也是在这个井下 随着水位的下降会不断的先行停进 但是种种状况表明 整个救援工作在井下的难度 现在是非常大的 主持人 刚才你已经说到了 大家都在紧急的会上新的救援方案 那么但愿这些新的救援方案 能够克服这些新的困难 尽快的救上这些被困的工人 好 谢谢赵旭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 大家也是非常关注的 那就是今天也是 王嘉岭煤矿透水事故 115名工人获救的第4天 在合金市人民医院 接受治疗的获救工人 现在的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 那么来看本台记者 从现场发挥的报道 工人们的身体 已经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 比较充分的恢复 今天早上 医护人员跟我们说 有很多工人要求下地 要求洗澡 但是根据医护人员的 这个判断呢 他们的身体呢 还不能完全适应这个下地 还要保证他们充分的 这个卧床休息 所以所有的这个检查呢 都是到这个 他们的病床上来进行的 都是要洗个澡了 所以说 几天的水呢 在坑里面的水缸 都是几年的水呢 节线大 砸到皮肤工业后压压 对他们这些要求呢 我们还是严格按照规范的要求 目前呢 洗澡的问题满聚不了 只能让我们的护士呢 给咱们做一些渭水擦浴 这样子他们身体呢 舒服一些 至于说在重边活动 这个可以慢慢活动 在合金市人民医院 接着看到 工人们脸伤脚伤手臂大腿 都已经经过擦洗 露出了本来的颜色 原来苍白的脸上泛出了血色 原来发黑的嘴唇也褪去了黑子 精神更是比昨天好了很多 据了解 4月5号合金市人民医院 共收治了49名获救工人 6号一早 有20名已经转网太原治疗 而留下的29名工人中 有6名 昨天还作为临床重点观察 今天记者从院方获得消息 这6名重点观察的患者 有3名已经转入平稳状态 还有3名继续观察 我们再来关注世博会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 上海世博会新闻中心 首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世博会媒体服务的 四大主要场馆 新闻中心 国际广播电视中心 普希分新闻中心 和媒体注册中心的建设工作 已经全部完成 其中新闻中心 将于27号对注册媒体开放 另外呢 世博会园区 目前已经招募选拔了 7万2000名志愿者 已经选拔城市志愿服务站点 志愿者候选人近10万人 除注册志愿者外 世博会期间 还将有近200万上海市民 直接参与到城市文明志愿服务活动当中 公众参与馆呢 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园区内 唯一一个以公众参与为特色的展馆 目前展馆已经进入了最后的调试阶段 昨天记者作为首批观众提前体验了一番 一走进公众参与馆 相信您一定会被墙上 这1万多张数码相片所吸引 这些照片呢 记录了上海深薄稠薄半薄的过程 当然公众还可以通过前面的电子触摸屏 点击选择您喜欢的照片 除了欣赏别人的照片之外 我们在公众参与馆里 还可以现场拍照 通过工作人员的帮助 把照片上传到电子显示屏上 和大家一起分享 除了照片的征集之外呢 在公众参与馆里 还征集了8000多件实物的展品 像这幅清明上河图 它长6米 是上海的一位普通低歌 用5年的时间 用麦杆一点一点做出来的 而我们再看上面挂着的这些风筝 也是上海的小区居民们 自发创作的 一共有2000多只 在公众参与馆的第二展区 我们看到一个巨大的舞台 在展会期间 这里将会举办一系列的论坛和文艺演出 再来看另外的报道 浙江省的251名丰田RAV4车主 最近拿到了汽车召回补偿款 人均约300块钱 这是中国车主在车辆召回中 第一次获得经济赔偿 浙江工商局昨天宣布 在浙江省消费者权益保障委员会的调处下 首批251名向丰田提出索赔的RAV4车主 已经获得了人均约300元左右的经济补偿 根据消费者在汽车召回过程中承担的汽油费 物工费和拆旅费等不同的成本 丰田给予现金或于损失等价的服务消费券 代金券代工实券等经济补偿 另外32位RAV4消费者获得了4S电提供的代步车使用 69名有RAV4购买意向的消费者 全额退还了定金 对于你们就是争取到这300块钱 我们觉得好像感觉心里很舒服 感觉好像是帮我们说了话了 我觉得应该是全国的车主都应该拿 然而就是这人均约300元左右的补偿 也可谓是一波三折 3月29号 丰田承诺对浙江消费者可以根据相关的规定 进行现金补偿 然而没过几天 丰田就高调否认了 对中国消费者进行经济补偿 我们是不敢相信 匪夷所思 他们对浙江消费者做出的承诺 是白子黑子 我相信作为一个大白的跨国公司 不至于做出这样的事情 后来他们通过正式的管道 给我们解释 松木的发言 是由于语言沟通不全面而造成的误解 我宁愿相信这是一种误解 但是我不希望像是还有类似的误解 来自北京房地产交易管理网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北京房屋成交量同去年第四季度相比有所下降了 但是房价却再次出现了猛涨的局面 全市商品房成交均价达到了每平米2.5万元 据统计 今年清明节期间成交均价为每平方米25,010元 同比去年清明节期间的成交均价每平米10947元 涨幅高达128.46% 其中五环内商品房的开盘均价首次突破3万 五环外的也在3月最后一周达到1.89万的均价 相比前三周上涨14%超过全市涨幅 郊区商品房与城区次新房价格出现倒挂的现象 比如通州的商品房部分项目每平米售价达到25,000元左右 超过了东四环和东五环的部分楼盘的价格 不过北京房地产交易管理网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 北京一手房合计成交4.4万套 与去年第四季度相比分别下跌了42%和40.7% 一季度的成交总量也下跌了41.6% 几近腰斩 好 更多的消息来看一组国内新闻快报 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昨天透露 今年将提高住房 医疗 教育等支出 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的权重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对全国各地的 食品 衣着 医疗保健以及个人用品 交通通讯等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 进行调查并加权平均后得出的 定期向社会公布 4月16号 首批股指期货合约将上市交易 股指期货上市启动一事 今天下午将在上海举行 昨天 北京市政府公布最终版 人文北京行动计划2010至2012年 北京将进一步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 今后 外来务工人员将全部纳入 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北京市从4月12号起将开始全面实施 错时上下班 预计这项措施将涉及到81万人 相关单位的上班时间将由8点30分调整为9点 下班时间则由17点30分调整为18点 这项措施将进一步缓解北京高峰时段交通拥堵状况 近日 成都市再次推出784套连租住房 建筑面积50平米左右 租金按照使用面积2.4元每平方米每月计算 这次配租将35周岁以上单身无房低保家庭 纳入了申请范围 4号晚上 在长江口2号茅地附近的一艘巴拿马级 空在液化气船机舱内发生爆炸 接到求救信息后 交通艺术部东海救助局通过雷达 搜寻到了船员乘坐的救生艇 仅用8分钟就将逃生的12名船员成功救起 另有两人遇难 北京时间今天下午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梅德维杰夫 将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签署两国间的新的核财军条约 以取代在去年底到期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目前梅德维杰夫已经抵达布拉格 奥巴马也开始从美国启程 按计划 签字仪式将于当地时间11点开始 在布拉格市老城区中心的布拉格城堡内举行 两国元首在签约后会举行新闻发布会 条约签署后 还需要获得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俄罗斯联邦会议的批准才能生效 美俄两国目前拥有全球95%的战略武器储备 根据新协议他们将会把核武库的规模从目前的基础上削减三分之一 俄罗斯总统梅德维杰夫7号在布拉格表示 俄美签署新核财军条约将会对全球核财军和核不扩散产生影响 由于美俄这一新核财军协议被称作是近20年来最为全面的军控协议 签字仪式因此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关注 为了保证此次签约仪式的安全 捷克政府从全国共调集了5000名警察和军人增援布拉格现有的警力 包括近百人的快速反应部队 预计仅此一项的费用就达到5000万捷克克朗 约合200万欧元 选择捷克首都布拉格作为此次签约地 对于美国来说意义似乎更为重大 因为一年前也正是在这里 美国总统奥巴马向3万捷克民众做了一场关于建立无核世界的演讲 而此次美俄签署新的核财军协议 似乎正是向这个目标迈进了一步 专家认为协议的签署和执行其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因此这项新的协议究竟能带来怎样的效果 还需要拭目以待 本台记者捷克首都布拉格报道 好 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三日份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看稍后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